大家要來看到的是 國民黨第一位沒有過半的黨魁 未來如何來領導我們的國民黨 繼續的前進呢 今天在攝影棚裡頭 我們請到了三位我們重量級的來賓 首先呢 我們邀請國民黨文權會副主委 黃子澤 子澤哥 晚安 醫生好 觀眾朋友大家好 請大家轉子屏看子澤 謝謝 哈哈哈哈 還是你自己也開一個子屏 謝謝我們的台北市議員王洪威 來 橫威姐 媳婦好 大家好 新黨瑜情中心主任 季節季主任 晚安 主持人好 大家好 好 其實我們看到 昨天在選戰這開票的時候 其實很多人心裡其實是 又充滿期待 但又有一點忐忑 不曉得說自己心目當中的那個King 有沒有選上呢 好 今天這個算是結果出爐了 朱立倫85164票 得票率是45.78% 但是沒有過半數 也因此今天被拿出來討論了 同時我也看到很多的媒體標題 其實朱立倫是贏了 但是都被下了一個標題叫做 慘勝 因為首先投票率沒有過半 當然也有可能跟今年 因為有四大天王一出來競爭 還有張亞中 他的崛起也是有關係的 但同時我們就要從這個方面來看到 很多人會說國民黨這一次的選戰 黨魁之戰 大家覺得很分裂 大家覺得不團結 但是其實我們回過頭來想 民進黨在選誰要出現的時候 不是也是一樣嗎 對不對 換個方向來想想 看到自己選的狀況 也來看看 綠營選的狀況 好 待會我們都請子哲哥來幫我們做評論 首先呢其實朱立倫他一上來 面對的很多難題 有自己國民黨內部的 還有外部的 包含了接下來要公投 接下來要霸3Q 還有明年2022 以及2024 好 誰會是KINGMAKER呢 朱立倫會自己出來選嗎 好 這都是很多黨員其實也很想知道的 當然朱立倫一上 一當選啊 不是一上台 一當選的時候 他就告訴大家說 電視機前的民進黨人 已經開始優距了 因為他們要面對的是空前 團結充滿戰鬥力的國民黨 每一個人都是戰鬥籃 團結籃 要共同追求必勝籃 好 當然 大家都會說 你口頭上講團結 大家都知道我們要團結 我們不要二心 可是對於國民黨來說 其實很多黨員當然在選舉的時候 大家可能不同理念 我支持的是不同的人 但是有一點我很想問紫哲哥 其實像民進黨的部分 大家就會說 民進黨比較沒有這個問題 他們就是每個人不同想法 但是主軸是一樣 但這一次大家好像看到了 可能這個主Key主旋律 有一點點比較獨立 所以會讓大家覺得有分裂感 沒有很團結的感覺 紫哲哥你怎麼看呢 坦白講這個因為昨天就已經選舉 結果出來了 選舉完畢了 當然朱立倫主席 這個也當選了國民黨新任主席 但是就是說到底會不會分裂 或者說選戰有沒有遺留一些後遺症 其實大家可以觀察啦 不過到目前為止 我要說的就是說 至少這個幾個主要的競爭者 並沒有到選後 並沒有惡言相向嘛 對不對 你看那個我們江啟臣主席 他馬上就去台中投入這個罷免3Q了 那張好中老師也沒有特別 有特別這個猛烈的批評等等 所以說我覺得 那卓博元這個前縣長也一樣嘛 都還是這個表達一個君子的 這個風度或風範 那我一說到目前為止 看起來主要競爭者 並沒有在互相惡鬥的狀況 這個比較令人欣慰啦 到目前為止 但是我反而比較擔心的 就是說這一些人背後的支持者 因為在這個選舉的過程中 有一些交鋒 甚至有一些交戰 那這些支持者 是不是還也可以跟著這一些 主要的這個候選人 這平心靜氣 後續趕快大家團結一致 不管你中間的過程如何 你這個畢竟已經選完了 那朱一輪主席也已經當選了 那當然大家會討論說 這個朱主席好像得票率 沒有這麼漂亮 這是事實 這騙不了人 就是四成五 的確創下過去這個黨主席選舉以來 最低的這個得票率 但是當然這個背後有種種原因啦 那當然張亞中老師這個 這個這個異軍突起 他自己囊括了三成多 那的確這個代表就是說 我覺得他背後的支持者 可能是對於國民黨之前的 比如說戰力不足 或者是路線上等等有一些質疑 甚至是想挑戰 大家還甚至有人覺得說 這是一種反建制的 一種一種現象 那不論如何張亞中老師 他帶起的這一股旋風 其實也讓大家好好可以深思啦 不過如果你從整體的投票來看 比如說我會看 比如說朱立倫跟這個江啟成主席 一個拿到四成五 江啟成主席拿到一成八 將近兩成 兩個人事實上是得的多少 六成多的選票 那我要講就是說 這是一個路線的展示啦 就是說張亞中老師 因為他很他的路線非常的明白 非常的明顯 那我也說至少看起來 國民黨整體要走 比較偏向中間路線 因為兩個加起來有六成多嘛 你把兩個加起來 那看起來是如此 甚至連卓博也一起加起來 所以說我覺得 其實國民黨必須要務實的面對 接下來剛剛一貞特別講了 有好幾場戰必須要打 包含是3Q罷免的 那你包含這個公投 尤其是2022跟2024年的選舉啦 那至於大家擔心的就是說 啊這個新任的主席 會不會因為這個投票數啊 然後沒有這個什麼 沒有辦法領導這個黨籍性 對我覺得這恐怕多慮啦 為什麼 這個黨主席的權益 來自於很多種方面啦 譬如說我講2022跟2024 國民黨要投入選舉選戰 提名權遊戲規則 這是黨主席有很大的影響力 那我認為 他認為他跟江啟臣主席 在這一點就會有很大的落差 因為江啟臣主席一年多 事實上沒有遇到什麼主要的選舉 所以說未來這個遊戲規則 或者說選舉 事實上這個新任的主席 有很大的這個掌控的權力 那再者不要忘記 這個這個朱主席過去 一天賺錢算很高的 他過去做過兩桃園新北的市長 那自己在政治歷練也充足 我想他個人的這個影響力或魅力 我覺得還是可以帶動這個這個黨機器的 只不過當然這個選完後續 有些要修補的要努力的 要持續往前進 好其實從這一次的這個黨魁選舉 我們說接下來明年2022 馬上又要選了 然後2024呢 好我們台灣會不會換逃給 其實這幾年都非常的關鍵 所以呢 昨天的這一場黨魁選舉之戰 會受到大家的關注 因為呢 這可以讓國民黨提前先動起來 知道說哪一些地方 可能會成為國民黨的弱點 要如何來補足 首先張亞中他提到了理念 我覺得這個部分非常的重要 尤其是這個理念有沒有辦法 獲得大多數選民的認同 這樣2022、2024 大家才會有希望啊 我們先來看喔 我們說公投的部分 就是因為呢 大家很有認同感 我不想吃萊豬嘛 認同感 好所以呢 這個理念對了 出發的主軸對了 好這一列火車一路向前 那接下來的國民黨呢 好努力的要來追求必勝藍 但是用什麼樣的理念 讓大家覺得會必勝呢 尤其是年輕人 能不能打動年輕人的心 我覺得這個對國民黨來說 非常的重要喔 首先也是因為 其實在年輕的世代喔 現在有很多人會覺得說 不太想討論政治的事情 因為會覺得說 也不知道要選誰 或者是他們可能看到的 就是一個團 覺得說在選戰的時候 大家沒有團結 都不同的想法 但是實際上 像我們的觀眾 他們常常在看 他們知道前因後果 但對年輕人來說 很多年輕人他們看的是 你提出什麼樣的理念 你能不能打動我的心嗎 有沒有讓我有感覺得說 未來的日子會更好 像張亞中他就說了 票面上來看 我是輸了 但贏的人要去深刻反省 到底是用什麼方法贏的 你用什麼方法贏 將來就會怎樣治理這個黨 我覺得這句話 其實真的是講到了很多人的心裡面去喔 他說很遺憾 我的路線跟理念沒有被接受 但不希望支持者有激烈的做法 網路上很多人說 我要退黨啊 我要怎麼樣的 其實這個都會造成 國民黨沒有更加分 好另外呢 他說到的路線跟理念 也是今天想找這個洪威姐來討論的 其實喔在選戰的時候 這一次為什麼大家覺得國民黨 好像在分裂的感覺 就是因為很明顯嘛 朱立倫 張亞中兩個人的理念 兩個人表達出來那個想法 好像讓大家覺得說 有一種貼標籤扣帽子的感覺 這個部分我先待會兒來談 我想先講一下就是 有人形容這一次的 國民黨主席的選舉 是有史以來最激烈的選舉 那麼但是在昨天 在整個的主席產生之後 可以說是平和的落幕 那雖然呢 在各個支持者還是有他的激情 或者有他的一些這個反應 但是呢沒有出現 像之前可能有人講說 什麼巴德夜市啊 就是會去跑去包圍黨中央之類的 那麼可以說 如果想要看國民黨的熱鬧 或者國民黨落魁的話 對不起讓你們失望了 我要講就是說 其實你可以看到 尤其落選的三位候選人都保持了 而且表現一個高度的民主風度 像昨天江啟臣 那他受到這個整個棄保效應 然後他落居第三名 那他很快的承認敗選 而且馬上的呢 就恭喜了這個朱立倫 那張亞中也是如此 你看尤其剛才從昨天到今天 雖然張友宗的支持者 在網路上在群組裡面 有的非常激烈 說這個退黨 退黨 張亞中出來主黨 那說什麼公平黨做票等等之類 有一些蠻我認為還算是過激的言論 可是因為張亞中本身我說 他保持了一個非常高度的民主的風度 所以他講說張亞中他個人他也不會退黨 他也不會為了成就自己個人的一個權利欲望 說跑出去去成立另外一個黨 所以我覺得至少張老師給大家傳達的是一個 他是把這個國家置於政黨之上 把政黨置於個人的利益之上 那所以也很感謝幾位落選的候選人 真的都非常有民主風度 所以昨天的選舉平和落幕 但是我覺得有一些事情 他還是會發酵 那我來回過頭來將談 有關於路線跟理念的問題 其實張亞中這次的選舉 我認為他對國民黨 某一個程度的貢獻是什麼 其實國民黨的兩岸的論述 從過去的模糊或者忽左忽右 不曉得該該採取哪一個路線 不止其餘 然後回歸到九二共識一中各表 大家有沒有發現 因為如果你按照整個的 這個投票的這個結構來說 朱立倫加上江啟成大概是七成 那在選前的時候 朱立倫跟江啟成的兩岸路線 有沒有什麼不一樣 其實沒有什麼不一樣 他們兩個事實上都是回到九二共識 一中各表講得非常清楚 那當然張亞中張老師的理論 他比較否定九二共識 因為他認為這個九二共識已經 沒有辦法與世紀俱進了 那所以他提出要簽兩岸和平備忘錄 那當然這個部分 是可能黨內在這個的辯論之間 那可能就是說社會比較受到攻擊 因為最主要說他可能實現嗎 或者你去去的話 我有開個玩笑 如果張亞中真的當主席 真的跑去簽的話 這是我開玩笑 他回來之後 民進黨就以國安法辦他 到時候我們的國民黨黨主席去做政治監獄 去做政治監 然後我說我們國民黨 就給他辦識別晚會 然後晚上就燈火 哎呀我們受到政治迫害 我們的黨主席竟然去做政治監獄 我說搞不好對我們的選舉有效 對我們選舉有利益 我這個是題外話講 就是說因為他會有一些現實上 可能比較難以去落實的地方 好可是也就是因為張亞中的關係 使得朱立倫跟江啟成 他們之前的一個兩岸的論述 回到了九二公式 那當然這個部分也成為在選後 你看從今天開始 我不知道待會我們會不會討論 今天開始民進黨已經開始丟紅帽子了 已經開始丟國民黨的紅帽子 丟朱立倫的紅帽子 給你標籤啦 怎麼等等之類 就因為這個對岸的習大大 給了朱立倫的一個賀電 他立刻丟紅帽子 可是使得國民黨的目前的兩岸論述 反而變得比較清晰 在這個你黨主席的選舉裡面 說實在朱立倫也好或江啟成也好 你在兩岸當時在兩岸路線 滔滔不絕的講 然後等到一當選 然後說對不起啊 那個講都不算 也不會這樣子嘛 好這個是其一 然後第二個我覺得很重要的是 我把投給張亞中的 將近三成三的一個選票 視為對國民黨的賭爛票 為什麼賭爛票 就是長期來對於我們的黨員 對於國民黨 不管是說你的戰力不夠 說你太軟弱 或者你沒有照顧到你的支持者 你的黨員的心聲 或者你的想法 比如說在那個特別提到 比如說像那個軍公教的問題 年金改革的問題 教科書的問題 或者當民進黨 用非常粗暴的方式 用什麼促轉會 黨場會抄你的家 不循一個法律的程序 就直接查封等等之類 然後國民黨好像束手無策 就是哎呀 怨怨百步 好像這樣的一個種種的情緒 在這一次張亞中 他們獲得了一些的宣洩 就然後張亞中自己也知道 因為他是一個教授 那他到底說實在 他何德何能成為 除了他自己變才無礙之外 他會聚集這麼多人 這樣的堅定的支持他 哎 選前都已經提到說 會亡黨啊 毀滅國民黨啊 很多人就要因為張亞中退黨 可是為什麼還有六萬多票 堅定的支持張亞中 不要忽視這些選票裡面 我把它定位為 有一大部分的成分是堵爛國民黨 那個堵爛不是外面的人喔 是你自己的黨員 所以你必須 你現在的黨主席 你必須去正視這樣的問題 那當然因為朱立倫現在 各媒體也都會報導說 朱立倫是歷史上 得票率最低的一個主席 所以對朱立倫來講 我相信他不是高興一晚啊 他高興一個小時 他就會面臨千頭萬序 也就是包含內憂和外患 我叫什麼內憂呢 因為到現在為止大家都講說 國民黨會分裂 到現在都講國民黨會分裂 是不是 但是我說我說你想要看國民黨笑話的人 你現在會越來越失望 越來越失望 因為一會你發現 江啟成也很有民主風度啊 你看人家卓博言很好啊 你看人家張亞中也沒有在那邊吵說 我要我要退黨阻擋啊 但是因為在選舉過後的激情之下 還是會有需要整合的問題 所以這個是朱立倫他在短期內 他要整合要團結 他要做到這個 那外患是什麼呢 外患就是你會面臨到一個民進黨 他對你 你以為民進黨會饶得了你嗎 我剛剛講啊民進黨從今天開始喔 市長今天開始喔 可能已經在做梗圖了 他們不休息的啦 他們不會休息的啦 梗圖也做出來 發言人員也講 立委也講 臉書也講 現在從中央廚房就開始 1450動起來 對動起來 開始黑你朱立倫 你朱立倫不得休息 第二個 民眾黨也沒有閒著啊 民眾黨立刻 我說最具體的在臉書招募 招募黨員 對招募大家喔 我們很有戰鬥力啊 你要是嫌別人沒有戰鬥力 這不擺明了嗎 沒有戰鬥力 來來我民眾黨 所以我們的外患是包含這個 包含民進黨 甚至包含民眾黨 所以對朱立倫來講 我剛剛講說 我現在從昨天晚上 他就不會說很開心怎麼樣 因為他要解決的問題太多了 除了我們剛剛講說 面臨什麼3Q啦 什麼拔這個還公投等等之類 光是這樣的內憂外患 其實就很值得朱立倫去忙 對尤其是剛才喔 洪威姐其實提到的很明顯喔 因為也會有1450在我們的平台裡面 我們也是看得到的 但是大家現在越來越厲害了 一看就知道說 哎呦塔利班來了 塔利班來了 的確其實這一次喔 我想問一下這個季節季主任喔 其實包含了剛才洪威姐講到的 操作王黨感 紅筒的這個帽子扣下了 其實我覺得國民黨就是這樣 選前要戰鬥 要有意志要戰鬥 但選後呢 就必須要來折 另外呢 張亞中老師喔 他在校長 他在這一次的 這個國民黨黨魁之爭裡面 其實呢 他幫大家上了一課 他幫大家把很多的論述 講得很清楚 只是呢 好我們也說 的確 贏要贏得漂亮 好 贏要贏得 讓大家心服恐服 這樣才有辦法 凝聚所有人的粉絲嘛 那另外呢 就是我覺得國民黨呢 有一點可以再努力的是什麼 你知道嗎 就是理念要清楚 因為你這樣才不會被梗圖 被人家的稍微浪浪的 你就站不住腳了 對喔 好像這樣就是紅帽子 就是你自己心裡要很清楚 你挺的是什麼樣的理念 好 你必須自己要站得住腳 你被扣紅帽子的時候 才可以很輕鬆的 像剛季節主任分析的這樣 一條一條的告訴你 就不是這樣 不用來貼標籍 所以我覺得張亞中老師 這次真的是幫大家上了一課 同時呢 也要提醒國民黨 真的要小心喔 這個1450他們的梗圖 真的很厲害 很多人呢 他分不出前因後果 他不知道前面發生什麼事 不知道為什麼今天 突然間來講九二共識 所以呢 他可能看到這梗圖 幾個這種大外宣大內宣的字 馬上就被洗腦了 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尤其是有很多人 可能突然間 加入來關注這次的選戰 包括在選後 看到了一些小小的 他覺得說 國民黨都沒有在團結 包括了 紫澤哥你看 聊天室我們剛剛很多人在聊啊 他說你看 氣保效應嘛 那包含了像 王清明前院長 今天當然記者都一定會去問 他還說 是不是有這個痕跡呢 氣了江啟臣 保了朱立倫 是不是有這樣的狀況呢 還包括有一點喔 就是 什麼時候 要從預備主席 變成正式上任的主席的部分 大家也很怕 講到朱立倫 大家就是很愛又把紅袖珠拿出來提 因為呢 同樣面臨一樣的狀況嘛 2017年黨主席 當時候選的時候 選完的時候 520他連任失利了 所以當時其實就在講說 要不要全代會 因為是820嘛 就是要來提前接手 不然中間不就沒有主席了嗎 但是當時呢 吳敦義就覺得說 我們要遵循制度 所以呢 從520一直就到820 才正式的接手 那這一次也是一樣 我們現在選完了黨主席 可是呢 我記得沒錯 應該是10月25號 那在這中間 朱立倫說他也要 他也婉拒 因為他也要遵守 這個遊戲規則 我以一個年輕人來看 我就會覺得說 怎麼怎麼 2017發生過的事 怎麼就不能有個變通 或者是什麼樣的一個狀況 至少讓大家不會看起來 覺得 就死板板的感覺嗎 有一種 新國民黨的感覺嗎 在回答這個問題以前 我想要先回應一下 那個季傑兄剛才的這個指教 我先講兩岸和平協議事實上 非常多人提過 我告訴大家 甚至連陳水扁都提過 要簽兩岸和平協議 所以問題是什麼 不是在這個問題 不會出現在這個兩岸和平協議 這個事情上 而是在你怎麼簽 核實簽 用什麼名義簽 你有沒有對等 你有沒有尊嚴等等 那是條件嘛 那這個張小宗老師 我想這個幾乎不需要辯論 討論 這張小宗老師 他寫過很多著作 他對於兩岸的路線 我不同意用紅筒形容他 但是如果要說他是極筒 我想應該不會有太多人反對 那所以說我覺得 當然這個在競選的過程中 如果這個用詞不夠精準 我覺得未來大家還可以去改進 但是我唯一說 這個張小宗老師 他的路線 跟朱立人的路線 或者說國民黨裡面 比較主流或大部分的路線 恐怕不一致不盡相同 我想這個是大家可以去公平的 那至於這個 至於什麼時候接任黨主席 這個很有趣 基本上因為 我們黨章的確有規定 就是你全代會開完之後 先任黨主席才會上任 那過去當然曾經發生過 剛才這個議員講的 就這個洪秀柱 主席他想要先遲 然後讓這個吳敦益接 可是中間坦白講上一次 中間浪了兩三個月 那這一次我覺得還好 因為現在是9月 9月底了 所以到我們全代會開 事實上只有一個月 所以我覺得這一次問題 稍微小一點 就是說他時間沒那麼長 那第二個就是說 既然已經有潛力可循 那我覺得朱立人主席 他就是說要按照黨章來做 按照制度 制度性的安排來做 那我覺得也無可厚非 那這個 而且中間會有交接小組 甚至會有 我們中常會 會推舉一個代理主席 那我覺得 這個如果有潛力可循 那也要按按照黨章來做 那最重要的就是說 主要是朱立人主席 跟這個江啟臣前主席 接下來的前主席 他們只要我覺得 只要大家能協調 能溝通 大家都同意這樣的安排 然後不要再因為這個事情 而造成彼此陣營 或彼此間的攻擊等等 那我覺得真的是OK 我覺得說 這個不是一個很 絕對硬性的 只要大家認為 認同這樣的做法 那我覺得就好 那所以說我覺得 當然 這個 這個我們也希望 就是說趕快 這個全代會趕快召開 趕快把它完成整個這個佈局 因為對於新任主席之後 剛剛宏偉姐特別談了 不是這麼好做 接下來要面對好幾場戰役 那當然 如果你這個確認 已經接任了主席後 正式上任之後 那你才有好 才能好好的帶領 國民黨這個黨機器 去打下一場仗嗎 所以說我覺得 這個這個事情 我知道有被提出來 但是我認為 它不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而且我看江啟臣主席 對這件事也沒有什麼 特別的意見 那只不過就是說 大家要這個有點空窗期 一個月 那我不認為這一個月 會造成國民黨整個崩垮 怎麼失序 也不至於 那實際上 這個朱立倫 我坦白講 就現實的層面上來看 他竟然已經被選為 這國民黨新任主席 某種程度而言 事實上 他現在已經有某種的這個權力 在 只不過不是用這個制度性的 或法 或法律層面上的 在領導國民黨 事實上他對國民黨 現在已經有具有一定的影響力 甚至你看那個發那個回韓 這個回那個賀電 也是用這個國民黨 中央的名義回的嘛 所以說這件事情我覺得 應該就是說大家這個同意 而且呢也可以把這個事情 好好的運作 我覺得問題就不大 好 好